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儿子整天打电动 女儿每天在网路跟人比战 打最后一班捷运回家 你原本很担心 但这一年 你却开始珍惜这种宁静的生活 就在几百公里外 数不清的青年 每天被逮捕 被关押 被凌虐 被失踪 原来九二共事就是一国两制 原来一国两制 就是独裁专制 有些人选择沉默 有些人选择攀附 这一年 独裁专制大声说话 但也在这一年 民主阵营集结起来 大声说话 这一年 我们终于目睹独裁的面貌 我们也真正听见民主的怒吼 这一年 我们第一次真正体会 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不同 我们同样热爱这里的宁静生活 我们同样热爱 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现在轮到我们说话了 全世界都在看 台湾会怎么大声说话 请再看一眼 我们的宁静生活 我们凭什么享受民主自由 请再看一眼 我们的孩子 答案就在他们的眼神中 没有任何犹豫 台湾会大声说 我们选择和民主站在一起 我们选择和自由站在一起 我们选择和全世界站在一起 1月11日 愿我们因为团结 感到光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